這個是我中午交接之前發生的 我們中職會就幾個選區的提名來做定案 那我會非常遺憾的是 我們不希望看到我們的年輕人 因為一時情緒 所以對黨失去了信心 那麼跟年輕人來講 我不希望用整合的方式 我希望我們用誠意的方式 民主政府黨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珍惜年輕人 我們也期待年輕人那麼豐富的感情 要放在未來長遠對自己以及對黨的規劃 所以我還會進一步跟相關的當事人 我進一步跟他們做聯繫 我希望大家都在這個大家庭裡面 共同來努力 很抱歉的是過去那段時間我沒有參與 但今天我在交接之後 我才有機會看到相關這個民調的內容 那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從民調的主辦 跟民調的過程跟實際來講 我應該絕對的相信 這做民調的機構 應該是秉於他們的專業 能夠跟這個外界來做一個很公平的一個民調的結果 所以我認為民調本身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在程序過程裡面 應該讓雙方多了解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叫做民調的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